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乾隆皇帝继位时,清朝的国士已经衰退,开始走向下坡路,之前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,时不时就下江南,修园临开千艘艳,花钱如流水,不,是烧钱如流水,虽然玩得尽兴的,可国库却也跟着空了,嘉庆登基后扳倒了河沉,凑出了不少银子,他只解了一时之困,毕竟不是长远之法, 所以到了道光,想要解决财政危机,重振国危,还是应该先从得出奢靡之风开始,先把银子省下来再说,再唱到节俭方面,道光真的舍得下功夫,刚登基便翻不预知声色或利语,告诫官员要节俭,而后又让各省送来的贡品能免则免,即使不能免的也要削减掉大半, 除太后,皇后和自己,其余的嫔妃平时不能吃肉,只有赶上过年过节才能开一次婚,后妃们也不能涂脂抹粉,鲜艳的衣服和贵重的首饰都不行,越不促越好,这仅仅只是对后妃们,对自己和朝臣也同样苛刻, 每顿饭从二十几个减到四个,甚至有时只有一样菜,裤子破了不扔,衣服一个月换一件,补补继续穿,平时几乎不赏次大臣,逢年过节也不开眼,不请大臣们吃饭,就连给皇后过个生日,都只要御膳房杀两头猪做成臊子,然后下点清水面条,用达鲁面招待群臣,尚有所好,下必渗烟, 皇上都这么爱节俭,大臣们自然也要投其所好,一时间,京城里的旧衣扑克火了,以前没人要的破衣烂衫成了好东西,不少人拿着新衣服去换旧衣服,旧衣服的价格越抬越高,到后来,一些真穷的官员,居然都买不起旧衣服,只好把新衣弄破作旧,上朝时,皇帝穿着戴古丁的裤子, 大臣一个个破衣烂衫,道光看着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唱,早些简单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效,心里非常满意,不过道光未必一视同仁,至少在两件事上,可是非常大方的,第一件事就是灵气,活着时已经很苦了,死后到了地下可不能再亏待自己, 道光皇帝原本灵气的位置是青东灵,但是修到一半地宫渗水,只好拆了,又在西灵重新修灵,这一番折腾,最后供耗费白银440万两,他爷爷乾隆那么喜欢烧钱的主,修绿灵也才花了203万两, 道光却翻了一倍也不止,另一项就是对外,鸦片战争,清朝战败,被破开通通商口案,各地赔款,赔偿白银2100万两,清朝皇宫每年花费大概40多万,道光皇帝靠省吃俭用扣下来了一半, 后妃们包括道光皇帝,每天啃青菜穿旧衣,省了十年攒下的钱全交代出去了,最后小编想说,总体而言之,道光皇帝虽算不上雄才大略的明君,但也足够勤勉,虽然成绩不太突出,但却很努力很境界,只不过清朝当时已是内外交困击毙难返, 个人的努力在强大,也敌不过历史车轮的碾压,况且道光皇帝终其一生奉行的节俭,也只能说是收教甚微,在他去世之后,他的儿子咸丰和儿媳妇,慈禧,都不是省油的灯,尤其慈禧,简直把穷奢机遇发挥到了极致,清政府已经是日薄西山,也不过又勉强维持了几十年就彻底覆灭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